今天中天晚间新闻 如果这个你看到这段影片里面就是你的车的话 你一定会心疼万分 这是台北线一位民众所拍下来的 这个时间是11号的晚上 他在台北线新店看到一辆休旅车被脱掉 之所以会引起他的注意 是因为脱掉的方式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车子呢 它是后轮被吊起来 在路上倒着走 民众质疑就是脱掉业者便宜行事 如果伤了车子谁来负责 一辆休旅车车头朝后方 后轮还被吊起来倒着走 可以看得出来是违规停车被脱掉了 仔细一看休旅车前轮着地 却没有加装辅助轮被硬拖着走 让人不禁怀疑 是不是脱掉业者和远警偷懒 没有照规定乱拖车 比如说他是并排停车 我们现场研判远警研判 没有必要就不会再去驾车辅助轮 警方赶紧澄清根据脱掉的规定 车轮太大人行道停车 车轮靠近路沿 车辆并排前后车太近 等九种情况就可以不用辅助轮 对照行车记录器的画面 可以看得出来拍摄地点 是在台北线新店的宝桥路上 正要脱往新店的脱掉场 拖掉业者表示 因为这款休旅车是后轮驱动 把后轮抬起来才不会伤到传动轴 对照原厂的资料 也的确是后轮驱动车 但前驱或是后驱怎么分得出来 经验的累积 然后如果有新车出来 我们都会去问厂商 业者拍胸脯保证 但拖车人员免不了会出错 加上前轮的手刹车 没有放掉就拖走 肯定伤到刹车和轮胎 拖掉少了辅助轮 不够仔细 也难怪会让人替车主 捏把冷汗 终于喜欢陈一帆 赖恩智 特别报道